4月3号至5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赶赴贵州旱灾最严重的前西南不一族苗族自治州 深入村寨走访农户慰问各族群众 到田间地头查看灾情 与干部群众共伤抗旱旧灾大计 3号下午温家宝一下飞机就来到新义市民航村 小麦高产师范田查看灾情 温家宝对村民们说 党和政府时刻惦记着你们 全国人民牵挂着你们 当前要千方百计确保群众饮水安全 开辟新的水源保障春耕用水 大家共同努力一定能克服眼前的困难 温家宝十分关心灾区群众饮水问题 在星人县上把田村供水点 他嘱咐正在送水的消防战士 对老弱病残光寡孤独散居独居的群众 一定要优先供水 在村口温家宝遇到了大学生村官崔烈局 他对总理说 当地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水利设施 有水存不住 希望总理帮助解决 温家宝听后笑着说 不是希望 你应该换个词 是要求 农食不等人 汉区的群众千方百计 抢种补种农作物 在安隆县纳赖村 温家宝叮嘱正在指导抗汉的农迹人员 要加强抗汉技术推广服务 指导农民抢抓农食 敢与播种 扩大建座套中面积 大家又立足小春损失大春捕 努力做到灾年少减收 贵州是全国贫困面最大 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 生态环境差石墨化严重 尤其是缺水问题制约着发展 温家宝一再强调 我们不但要战胜眼前的灾害 还要着眼长远采取质本之策 这件事从现在就要抓起 在新义市融窝村 温家宝一边看着山上天然林 大面积死亡的情景 一边与村民们交谈 他说 抓紧水利工程设施的建设 抓紧石墨化的治理 抓紧生态的保护 我听听你们意见 您看这三个质本措施 对不对 对 这个是超富业 广大人民群中的一个毁灭政策 新义市泽荣乡被称为贵州的沙石域 当地干部群众杂石造地 在石墨化山崖上 种植金银花的奋斗精神 给温家宝总理留下了深刻印象 面对特大旱灾 当地干部群众创造的土质滴贯的办法 起了大作用 温家宝说 这种不怕困难艰苦奋斗 攻坚克难永不退缩的精神 就是贵州精神 无论是抗旱救灾 还是改变贵州贫穷落后的面貌 都需要这种精神 4号晚上 温家宝在听取贵州省委省政府的汇报后 对水利建设提出四项要求 一是抓紧编制重点水源工程近期建设规划 二是加快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三是加强田间节水工程建设 四是抓好因灾受损水利设施修复 详细